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在美国涉性迁暗时削发酵,美国明尼埃波利斯警方就刘强东一事,给出更多新的细节,此前当地警报在案件细节上含糊其词。 最新的消息是,美国明尼埃波利斯警报周二臣,刘强东上周英社选强奸被捕,警方仍在调查他在明尼苏达大学,参加住校活动期间的行为。 发言人约翰·埃尔德说,警方的报告是在刘强东被捕当晚写的,公开这份报告是因为它属于公共档案,进展很顺利,埃尔德先生谈到此次调查时说,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,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 刘强东当时因涉嫌一级强奸中罪被捕,美国警方周二提供的午夜报告显示,刘强东一犯一级强奸罪,而不是普通的性侵,于8月31日被警方逮捕,是以涉嫌强奸中罪遭逮捕。 警方趁,该事嫌强奸案,发生在明尼苏达当地时间上周五凌晨一点,而刘强东是在周五当天晚上被捕的。 该报告还显示,刘强东是上周三明尼苏达大学考二三管理学院,进修商业管理的博士学位项目是,被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指控,而警方正在继续在该校,寻找对这一事件熟悉的人展开调查。 报告中提到,警察接到性犯罪强奸,Criminal Sexual Conduct Rape Sisker的举报到场,受害人报案完成后,警方发给了他报案的蓝卡,Blue Card同时也拍下现场集受害人照片,嫌犯遭逮捕后,转送到亨内平均,Hennepin County监狱关押,此案进行调查时,警察随身摄影机全程开启。 警方在报告中,示意609.342的罪名控罪刘强东,根据宁尼苏达州的法律,609.342被性犯罪武器中的一级重罪Criminal Sexual Conduct Atheist Degree, 民州法律不区分强奸和性骚扰或猥蜀,而是根据性侵行为的程度,以及被害人的年龄把性侵害犯罪从中道轻逢为一致物级。 刘强东已回国,京东官方两次回应,趁刘强东没有不当行为,9月2日下午,京东曾回应趁,正在美国参加商务活动,的刘强东遭遇事实指控。 经过当地警方调查,未发现有不当行为,刘强案员计划继续其形成,并将针对不实报道或报道行为,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。 9月3日下午,京东再度发布成,刘强东8月31日,被明尼埃波利斯警方带走调查,不就后即被释放,在此期间未受到任何指控,也没有被要求缴纳任何保释金。 目前刘强东已经回到中国正常开展工作,9月4日上午,刘强东现身京东集团总部,出席京东与如意控股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。 在签约仪式现场,刘强东身着身色修身西装,与如意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邱雅夫一行交谈,精神状态饱满。 在签约仪式现场,刘强东表示,未来的消费需求将变得无始不由,无处不在,如何恰到好处地为消费者提供合适的商品与服务,是我们与品牌商家共同面临的挑战。 民州警局,刘强东案仍在调查,若策案也不会道歉,据话二阶日报报道,刘强东的律师O. Gray Joe Eater,对涉嫌不当性行为,在美国明尼埃波利斯被捕仪式,刘强东否认其有任何不当行为,而且他可能不会被提出。 Gray和另一位律师Joseph S. Friedberg说,他们被评为刘强东的法律顾问后,于上周六下午在明尼埃波利斯的亨内平线监狱与其见了面,警方在意识到没有适当证据,便逮捕它是个错误后,就在没有要求缴纳保释金和卫收,走案护照的情况下将其释放。 Gray说,他可以自由地返回中国,此事不同寻常,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,他不会被起诉。 Friedberg称,像刘强东这样,被逮捕后却又无条件释放的案例很罕见。 85%犯下重罪被捕的人,往往会在被起诉后,定下保释金金额后,才能被释放。 只有10%或15%的人才会在没有起诉,也没有保释金的情况下被释放。 因为这样的指控,而将某人逮捕,但是却毫无条件的释放,而且也没有扣下他的护照。 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,看起来,有99%的几率,刘强东不会受到任何起诉。 如果该指控属事,那么明明阿波利斯警方不会释放他,而且是毫无限制条件的释放。 通常情况来讲,这意味着他不会遭到起诉,我们也坚信他此后也不会受到任何起诉。 我认为他最终可能会因为这次被捕,而收到警方的道歉。 而阿特里视频连线,明尼阿波利斯,技术公众信息官员任·艾尔德他表示, 刘强东是否面临指控要等调查结束,不会向刘强东道歉,是本职工作,至于网传酒水单。 925回应我们未公布任何文件,媒体人安替在微博表示,京东得请更好的律师做准备了,否则光罪名就会让股价动荡了,而木家律师太盲目自信,显然太弱。 平时老人可以,这种重罪辩护需要他人。 京东股价大跌,昨晚美股升盘时,京东股价收跌5.97%,包29.43美元,一夜蒸发27亿美元,180多亿人民币。 目前京东的市值为426亿美元,不计阿里巴巴的十分之一。 美国律所宣布调查京东实施披露刘强东案情,9月5日午间消息,美国三家律所今日公开宣布,正在调查京东是否涉及实施披露刘强东案情,并损失超过十万美元的投资者参与调查,以及可能的机械诉讼。 这三家律所分别为Pomerantz,Lafum,Rosen,Lafum,Gito,Shaw,Lafum。 在公告中,三家律所均提及上月31日,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,因涉嫌性侵,被敏尼苏德州警方代驳一事,并认为此事造成京东昨日股价的下跌。 三家律所对调查内容表述各有不同,但均指向京东涉嫌对外披露失事信息。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报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